中国打赢这一战后,日本举国修防御攻势,天皇被逼迁都。 曾经让日本文风丧胆的存在,烽火台,承载是古代的军事防御设施,大家都熟悉,但是,你可能不知道,1400年前的日本,为了防御中国军队入侵,曾经在本土大修烽火台、水坝和城窄等攻势,天皇被逼迁都退避。 日本的古代山城因为一场战,把日本彻底打破了唐日白江村之战,公元663年的白江村之战,又称白江口之战,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第一次交战,战役的结果我们都知道,唐朝大军把日本人狠狠揍了一顿,日本吃了败战后,整整900年没敢对朝鲜半岛用兵。 白江村之战是一图简单点说,就是唐朝和日本在东亚的争霸战唐朝联合新罗,把亲日的百计打得屁滚尿流,眼看就灭了。 日本当时教国国表示不服,派大军前来援助,于是,唐日两国水军在朝鲜雄金江的入海口白江村,历史上第一次交手, 日本人所会日军和百计一名,会施唐日两军的实力对比为,唐军170艘战船,2万人含西洛兵5000,日军1000艘战船,32000人含百计兵5000。 日军在人数上占优,尤其战船几乎是唐军的六倍,但是唐朝国力富足,战船主要是楼船,蒙冲斗箭等高大船只, 还有一种配备了火器的火箭,战斗力明显上风,而日军的船只普遍小而简陋,性能方面完全处于劣势。 这场战役的经过,旧唐书里只有简洁的一段话,人鬼欲窝兵于白江之口,四战节,焚其周四百艘,烟烟掌天,海水皆斥,肥重大溃。 日本史料中,则记载的较为详细,唐军先行到达白江口,主帅刘仁鬼命令战船摆开阵列,严阵以待,日船首先发起了进攻, 但苦于唐船高大,仰攻十分被动,很快被唐军飞黄一样的弓弩射退。 第一波攻击失败后,日军的将领聚在一起,开了个短暂的军事会议,会议的结果是乐观而盲目的,我等争献,比应自退。 于是日军诸将魏家整顿部署,便率日本乱武中军之族,进打大唐监政日本NHK制造的纪录片,白江村指展,游人鬼见日军贸然来攻, 便指挥高大的唐船将日船左右包围,使其不得回旋,随后再施以冲撞和火攻。 日本书记记载道,大唐便自左右加船绕战,须于之际,官军败计,赴水逆死者众,卒逐不得回旋,朴使田来军仰天而逝,切齿而沉杀数十人,于焉战死。 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,以唐军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,日军四百多艘船只沉入了海底,士兵逆死无数,日军剩下的船只载着残平,惶惶逃回日本。 日军惨败回国后,日本国内,一片战争惊恐,当时执政的日本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,生怕唐朝军队成胜指导黄龙进攻日本本土,于是从六百六十四年起,耗尽全国之力,在本土修筑多道防径。 日本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首先,在对马、伊齐等周边岛屿设置风火台,边防军驻守,在柱子金福岗县一带修建了水城,接着修筑长门,柱子的大野、船城、大河的高安城、在西的武岛城、对马的津田城等一系列山城,太宰府的水城遗址最大的工程,是在九州的太宰府修筑的水城。 水城其实是一座巨大的防御水坝,墙高水深,如图所示,其目的是为了阻碍唐朝的骑兵。 水城都都是意图,但是,中大兄皇子还是觉得不保险。 667年,日本将都城从奈良县的飞鸟,迁往晋江金兹克县的大金宫,在这里登基天皇之位。 他的考虑是,晋江位于日本列岛中部,道路四通八达,既安全又容易撤逃。 中大兄皇子的图绘日本书记记载,迁都过程中,日本民众有很大的不满,无论昼夜都有人纵火,一度混乱不堪。 但是,日本人忙了半天,却是多虑了。 大唐对这个罪尔道国的领土毫无兴趣,身着唐朝衣冠的日本天皇夫妇奈良时代战战兢兢过了好几年,平安无事,日本人才算心底一块石头落地。 日本人只服从强者,你把他打得越惨,他越尊敬你。 接着就向唐朝派出十几次规模庞大的浅唐使团,俯首向中国学习。 710年,日本天皇再次迁都平成经济奈良,从而开创了深受盛唐文化影响的奈良时代。 作者简介快栽风,军武特约作者、作家、学者,探究真实历史,关注中日关系,写有态度有趣的文字。 本文来源于网络,如遇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。